大家好,我们是台大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 本所将于1050年度开设高阶进硕士在职专班EMHA 接下来将为大家做介绍 本专班发展重点为 培育学生具备医疗服务管理与政策专业知识 专案整合及领导规划 评论与解决健康产业问题的能力 并希望学生成为具国际视野的领导人才 本在职专班的优势为 全台湾唯一同时具备 医管与卫政两大领域的研究所 本所教师皆具政策与管理的实务参与经验 在课程设计方面也结合理论与实务 以互动式的个案教学方式并推行总整课程计划 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并解决实务上的问题 本所现有9位专任教师 以及48位兼任教师 另邀请医学院管理学院 以及附设医院教师支援本所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教师研究领域 郑手下老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 卫生政策评估服务研究及经济学 江东亮老师主要是卫生政策 社会与健康及健康保险 中国标老师主要是医疗机构品质 策略、知识管理 郑雅文老师主要是职场健康处境 张瑞宜老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 管理科学、医疗机构财务管理 杨明清老师主要是 卫生计划、经济评估及卫生、行政、健康保险 董玉琪老师主要是健康服务管理 陈牙梅老师主要是长照政策与产业发展 郭年珍老师主要是健康保险支付制度 石崇良老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 病人安全与医疗品质 范健德老师主要为经济法 谈醒招老师主要为财务管理 刘顺仁老师主要为管理会计 赖菲皮老师主要为医疗资讯系统 张文信副院长的研究领域为医院设计 李吉仁老师主要为市场经营策略 林鸿龙老师为急诊医学神经外科 Mental老师主要为卫生保健组织与管理 日后将持续邀请更多的老师加入我们的团队 本专班毕业学分为36学分 其中22学分为必修 分为政策管理 机构管理 总整能力 其中必修科目详情参阅本图 政策领域的选修科目可选修 健康经济学导论 健康服务之经济评估 卫生政策分析实物 台湾全民健保制度分析 医疗照护支付制度 长期照顾体系概论 社会与健康当代议题 健康政策当代议题 劳动与健康政策等等 管理领域的选修科目可选修 健康服务与产业纵论 健康照护机构财务管理导论 医疗品质与病人安全 绩效管理与健康照护机构 医疗机构成本系统与管理 健康照护机构品质管理与创新 健康照护组织领导原则与实务 健康服务专案管理 长期照护管理实务等等 总整能力的选修科目为 健康产业讲座 健康政策与管理专题研究 本专班上课时间为 周间晚上与周末上下午 目前课程规划请参照下表 本所的课外活动 有1.每年都会安排学生到各医疗机构参观访问 2.每年春假都会带学生自郊外举办联合导生会 3.每年由硕一新生统筹举办的岁末联欢 并欢迎大家一起加入重温学生时代的热情与感动 Q&A 必修课以周六为主 选修课主要为周间晚上 学费的计算如下 学位论文的要求 除了与一般研究生相同的论文进行方式 本专班将推行总整课程专案计划 让学生学义自用并解决实物上的问题 本专班分为加以两组 报考资格加组为大学毕业并居三年以上工作经历 以组为大学毕业并居三年以上主管资历 加以两组招生名额可以留用 考试项目分为审查与口试 各占51% 本次为在职专班第一次招生 所以无法提供报考合格率 请大家见谅 本专班将于2月24日开放报名 缴费期限至3月7日 请于3月7日前将报名资料送达本所 本所网站将于4月8号公布符合口试资格榜 放榜日期定于5月17日 将由台大教育处同意勾告 谢谢您的聆听 台大建管所高阶经营硕士在职专班 欢迎您的报考